时隔一年多,中美军方高层再次通话 双边关系进一步缓和,恐怕2024年会有变化 大家好,我是乔亦华 根据国防部公开的消息 近日解放军参谋长应邀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了视频通话 据了解,这是中美军方高层时隔一年多以来首次通话 同时也是中美双方新任参谋长之间的首次对话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国际举论的高度关注 因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而中美两军关系则是重重之重 外界之所以高度期待中美稳定军事关系 主要在于人们对中美这两个大国出现不可控风险的担忧 因为中美两国矛盾加剧 国际社会很担忧中美双方会擦枪走火 导致局面依法不可收视 停滞一年多的中美军方高层交流终于恢复了 两军高层能够有效管控危机 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好事 有利于缓和两国的外交关系 那么我没有办法说回来 假如想让中美关系全面的缓和 耐致全面的升危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美国必须学会尊重才有可能实现 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稿中 解放军参谋长三次提到了尊重这个词 中美之间是否可以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美国需要平等对待 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惊艳慎行 不能插手中国主权示意 事实上这个表态放到中美外交关系当中 也完全合适 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 之所以不断加剧 双边关系急剧恶化 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愿意尊重中国 对中国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不限一顾 话又说回来 在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的背景下 中美两军开始释放积极信号 这种信号能维持多久 现在还不好说 当然这并不是在唱衰中美关系 主要是美国政治框架与中国不一样 要知道2024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 为了获取选票 共和党人一定会打中国牌 也就是炒作各种对话强硬的表态 或者强硬的举措 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关系会被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所干扰 至于民主党这边 虽然说拜登是总统 但他并不能一手之天 不少民主党人未必完全听从拜登的 因此随着美国大选越来越近 恐怕美国两党都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 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当美国两党选战陷入胶着状态 为了拉选票 两党总统候选人很多事情都敢说敢做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 并且提前做好各种应对措施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